我們這次的同舟計劃 除了號召很多年輕朋友 很多過去沒有加入國民黨的朋友 來加入國民黨 我們也希望過去曾經加入其他政黨 或者是曾經離開國民黨 能夠回到這個大家庭 到目前為止 我們已經超過2萬多位的新進的黨員 跟回到這個家庭的黨員 我們大家用這樣的一個心情 能夠號召大家 我們同舟共濟 我們擴大支持 我們大家團結一致 我還是再一次強調 同舟計劃是號召更多更多的同志 大家一起加入這個大家庭 那我們也希望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能夠有更多更多的同志 讓我們的力量能夠更大 那我們這個總目標是不變的 然後我們會盡最大的努力 讓大家能夠團結一致 但傳出是不是有前黨務的高層 有跟您通過電話 覺得這個做法不太適當 我還是強調一件事 我們的總目標是不會改變的 那全黨一致大家共同努力 現在從秘書長到各地黨部的主委 還有各基層的同志都在號召大家回來 那其實才到目前為止才差不多一個禮拜左右 我們已經號召了兩萬多位的同志 回到我們的大家庭 你怎麼看昨天在南部的時候 蘇貞昌場期有人抗議 結果就被架走 蘇院長跟民進黨長期以來是以蠻橫阿拔著名 那至於暴力的動作更是神出不窮 從民進黨再也到今天執政都一樣 我可不可以再一次奉勸執政當局 多一點謙卑 多一點聆聽 願意聽聽人民的聲音 不是用反對的聲音就是對抗政府 絕對不是 不同的聲音我們應該聆聽 應該謙卑的面對 而不是暴力相向 不是用惡言相向 拜託民進黨 台灣是一個民主社會 不是民主獨裁的社會